荣华恭敬地道 用了您放心吧 老夫人点了点头 若是要在家留住 就前人回来说一声 好让人送被褥过去呢 明锐晚上回来 还是让她过去 你一个人在那边 总是不舒服的 老夫人是听说了什么 怕族里的人 难喂到她头上 荣华抬起头来 老夫人是满目怜爱 我知道你也不义 都是为了这个家 那边有亏钱 只能慢慢补偿了 老夫人说的是 陶正安被孤英案子牵连的事 当日薛崇毅态度 是咄咄逼人 她已经占明了立场 在人前 总要让人看出她在担忧娘家 荣华 似被老夫人说中了心事 低头合手 总母面前总是尽了笑 说着就顿了顿 还有件事 要向老夫人禀告 老夫人微微一笑 哈哈 说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衬的 荣华这才开口 总母身边有几个丫头和陪房 我想着总母没了 怎么也要将他们妥善地安置了 我陪嫁庄子上还缺人手 能不能就让他们过来 也不用进府办事 只要留在庄子上 老夫人道 火当是多大的事呢 这些你自己定下就好 也不必都去庄子上 有你能用的 就让他们进府里办事 若是超了定职 再行安排 按照定职 她院子里人手一直不够 老夫人答应这样安排 再好不过 这也是信任她 才同意她在府里安排娘家的人 说完话 荣华从老夫人的房里出来 牛婆子刚来禀告车马 已经安排妥当 冯丽昌家的就进来道 少夫人 讨家的二太太来了 荣华点点头 快叫二婶请进来 冯丽昌家的去请王室 牛婆子吩咐丫鬟 将拿去讨价的东西 装上马车 王室进了屋 荣华和王室 在侧室里坐下来 锦绣端了茶上来 王室没喝一口 就开口道 祖里让我帮着大伯 操持老太太的丧事呢 也就是说 大太太彻底被晾在一旁 荣华道 祖里怎么说母亲的事 王室皱起眉头道 只是咬住了大嫂不孝的事 一时也难松口 还有姚华的婚事 真正煽动族人来责贵 陶正安大太太和姚华的 必定是二老太太和三老太太 一部分原因是老太太的遗言 另一部分原因是陶正安站着 祖里宗长的位置 其实只要陶正安将罪过 都揽在自己身上 主动地让出宗长的位置 这件事也就能慢慢地平息了 陶正安舍弃妻女 也不舍弃权力 这样的作为 不会换来祖里人的谅解 只会让大家看清楚她的嘴脸 这个一族支掌 陶正安是做不成了 王室为难地道 我出来的时候 大不嘱咐我 让八姑奶奶有个准备 族里的长老 可能会问八姑奶奶的意思 荣华诧异地道 我已经是出嫁的女儿 王室道 而老太太说 老太太的丧事 就照老太太的吩咐 让八姑奶奶回来帮忙着办 这样老太太走得也安心 说者就顿了顿 现在许多决定呢 都牵着到老太太的丧事 祖里长辈的意思 是要八姑奶奶旁边听听 荣华犹豫着还没说话 王室又道 我过来呀 就是要和八姑奶奶商量商量 现在这种情形 让我办老太太的丧事 我也不敢轻易地拿主意 王室焦急的样子 是一心地想要听她的意见 荣华抬起头看王室 祖里让二婶办祖母的丧事 也是信任二婶 眼下其他的事都能缓 唯有祖母的事不能等 办不妥当 恐要在祖里获罪 又让外面的人看了笑话 王室不隐藏自己的情绪 我也是这样想 可是我接下了 又怕绕过了大嫂 岂不是让大嫂难堪 她又何尝不清楚 王室是这个意思 荣华皱起眉头 父亲有没有办法 王室摇摇头 深深地看了荣华一眼 有些话不便于说出口 荣华道 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父亲了 父亲能找族里的长辈说说才好 王室眼睛一热就感激起来 从昨天族里的人让她接受老太太的丧事之后 家里就在传是她去族里告了嫂子恶状 她是有礼也说不清 三弟妹怀着身孕 不能托付 她是想要抽身都没办法 这个节骨眼 谁又敢硬和族里拧着 老太太的丧事办不好 他们这些人的罪过就更大了 可怜一整个陶府 能看明白的只有八姑奶奶 王室道 二姑奶奶今天回门 族里的意思是不准二姑奶奶登门 以免冲了老太太的喜 喜事冲丧是大忌 姚华不是出嫁 是回门 用这个理由 完全是为了拒绝姚华 荣华点点头 我们回去看看再说吧 王室又道 族里的掌门说了 让八姑奶奶回去 要先和薛家说一声呢 礼都准备好了 说着就征求荣华的意见 我过去给薛老夫人磕个头 也算是行个全礼 既然是族里的意思 荣华叫来春瑶 你去老夫人院子里禀告吧 春瑶应了一声 王室带上东西 跟着春瑶去了老夫人屋里 听了陶王室的来意 老夫人有些惊讶 没想到陶家想得这样周到 薛二太太坐在一旁 只去看陶二太太带来的紫檀木盒子 里面是王毕雕的十八罗汉手串 下面还雕了碧玺的宝石 王毕雕刻的罗汉 明贵不说 就算拿银子买 也万难得一件真品 薛二太太挪开目光 再去看陶二太太攻击的模样 按理说 陶荣华没有帮陶家 陶家应该怨恨才是 怎么反而这样毕恭毕敬的 来请荣华回去 这样一想 心里不由的气愤 真的是同人不同命呢 媳妇前世嫁过来之后 没有帮衬娘家 娘家人就一直不登薛家门 直到前世开始用自己的提及补贴娘家 老夫人也经常地让人照顾 钱家这才逢年过节 前人过来给老夫人请安 薛二太太这边想着 老夫人道 快回去吧 别误了时辰 王氏起身告辞 临走之前 毕恭毕敬地 向薛老夫人行了礼 荣华和陶二太太王氏下了马车 三太太廖氏 陈妈妈和族里的婶子们 已经在垂花门等候 见到荣华 众人忙上前行礼 廖氏道 族里的人都等着呢 陈妈妈在一旁向荣华递眼色 撞来撞去 像热锅上的蚂蚁 荣华看向陈妈妈 陈妈妈这才摇摇嘴唇 挤到荣华身边 大太太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滴水不进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 说着 眼睛红起来 毕竟是从小就跟在 大太太身边的 即便是看透了 大太太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眼见着主子在绝路上 还是万分的交集 众人都将陈妈妈的话 听得清楚 不知道 族里哪个婶子先到 老太太的急时就要到了 书工们在前面等着呢 一行人走过穿堂 又有丫鬟来柄 大老爷让八姑奶奶先去堂屋 陈妈妈顿时就白了脸 荣华低声道 跪一会儿我再去看母亲 众目睽睽之下 也只能这样 总不能将八姑奶奶 抢去大太太房里 到时候误了及时 大太太又要多一个罪过 荣华进了堂屋 众人皆都只行家礼 长者将所有的礼节 皆说过一遍 又正式地安排了执私 二太太主理丧事 荣华协理 前面有陶正安 陶正谦 陶正川和族里的男人在 女人们都在校堂里哭丧 若是有事 只管差遣 不一会儿 青天间的金乐府 将算好的时辰 送给陶家 二老太太道 多亏有了侯爷 才有这样的风光 这话又将正无品官制的 陶正安画在了外面 薛明锐确实是帮了忙 可是没有陶正安的官位 青天间也不好 名正言顺的进府 荣华笑了笑 并不说话 等到时辰到了 众人围着看了最后一眼 才是风采 立好了校堂 男男女女在校堂里一跪 哭声四起 陶正安哭了半上 找机会抬起头 冲荣华使了眼色 荣华站起身 和陶正安到一旁说话 荣华有意地先关切大太太 母亲的事 父亲准备怎么办 陶正安本想直接说起自己 却碍于荣华问大太太在先 只能应付荣华几句 她呀 要不是她 哪里有我们家的今天 你祖母病在家里 她不好好的伺候 让族里人都知晓了 才来兴师动众的责问 她有今天 也是自作自受 明知道陶正安的急切 荣华还是缓缓劝慰的 父亲是听别人说了什么 外人的话 怎么好相信 母亲在女儿面前 总是时时刻刻地提起父亲 可见是心心念念 都想着父亲的 陶正安是夭牙切齿 他不过是拿我做幌子 这些年为了我的话 是没少说 做的却都是什么事 你三姐四姐远嫁 你嫁的时候 也是我主张和薛家结的亲 谁承想 他会给你准备了 那么薄的嫁妆 让薛家人岂能不笑话 说者就叹口气 唉 都是我这个父亲没有做好 让你们受了委屈 三姐四姐远嫁 都是陶正安为了八姐赵家 这才做的牺牲 他嫁去薛服用了多少嫁妆 陶正安怎么能不知晓 现在却装作一无所知 尤其是陶正安皱着眉头 痛心疾首的模样 真是像极了追回莫及的父亲 他当年怎么就信了陶正安 将他当成最疼自己的亲人 既然陶正安这样卖力的解释 他也不好没有任何的回应 荣华真愣了片刻 这才道 也许是母亲有别的考虑 钱财无非是身外之窝 倒不算什么 可是名誉就 隔膳微微一动 不用想就知道有人在那里听 陶正安音指的道 他自己做的事 还要让别人跟着收来不成 荣华还要说 陶正安已经挥了挥手 这件事就不要提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 你去族里说说话 这些年呢 是你母亲蒙骗了我们 有错呢 也是她一个人 我自从当了宗长 可是尽心尽力地为族人做事 在女儿面前 将所有的罪过 一股脑地推给妻子 荣华心里冷笑 她假装心里难过 宗长的位置就那么重要吗 父亲若是放弃宗长的位置 替母亲尝些罪过 说不定族里会 陶正安道 你懂什么呀 族里哪讲什么人情 我是一族宗长 更不能寻思 陶正安说了这话 荣华哪敢再争辩 陶正安道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呀 你们虽然嫁出去 也要有娘家依靠 眼见我就要丁优在家 再不是宗长 还不让人笑话你的娘家呀 你年纪小 还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 见荣华不再有意义 陶正安接着道 等到侯爷来了 你再去 是让他仗着薛明锐之威 荣华不出声 只是轻微合手 陶正安这才满意地离开 荣华从屋子里出来 锦绣忙迎了上来 荣华轻声地问 怎么样 锦绣左右看看 谨慎地道 就像少夫人说的 果然是有人盯着 本来大老爷安排的婆子 在旁边守着呢 少夫人刚进去没多久 那婆子就肚子疼 去出宫了 时间不可能拿捏的 这样恰的好处 陶正安也太不懂内宅的事了 要知道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尤其是这些婆子 素日本来嘴就不言 加上从前又都听大太太的 今天听陶正安的话 怎么会没有人 去大太太的面前说 那半路去出宫的婆子 做的是再明显不过 出宫是假 让别人趁机去偷听 才是真 这婆子是一早就收了 别人的银钱 替人办事而已 那偷听的 必定是从族里来帮忙的下人 刚才的谈话 他无奈沉默 陶正安步步紧逼 这些话应该已经传了出去 陶正安早就应该偿还 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今天 他就替他开个头 陶正安 陶正安不动声色地回到小堂 又过了好一会儿 大太太房里的丫鬟上前来道 太太有急事要见老爷 陶正安皱起眉头 什么事 那丫鬟的 是族里的事 大太太想出办法了 要不是这句话 陶正安定然不会理睬 那丫鬟规规矩矩的怀病 大太太说 有些话不方便让人带 还是请老爷过去听听 陶正安 陶正安看着校堂中央横放的棺木 方正的脸上满是宿木 慢慢站起身 大跨步地出了校堂 演一下到了这种地步 他还能做什么 无非是出出主意 好让他念在多年情分上 替他说句话 他就听听 他到底会怎么说 陶正安进了大太太的院子 撩开内饰的帘子 扫向床铺 只见大太太是脸色清白 毫无生气地躺在被褥间 听到脚步声 大太太抬起头 一脸期盼地看向陶正安 陶正安板着脸 冷冷地道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如今组里这样的责难 我也没有办法 大太太吸动着嘴唇 想要说话 就说不出声音 只能微弱地挥动着手 让陶正安上前 陶正安不耐烦地 将头凑过去听 只听大太太道 我要个法子 陶正安更压低了头 大太太眼睛一亮 手臂就顿时有了力气 上前勾住陶正安的脖子 张开嘴就咬了下去 陶正安意识到大太太的意图 已经来不及躲避 大太太一口咬在陶正安的耳朵上 正要再用力 陶正安心里一慌 卯足了劲 顾不得别的一把将大太太重重地推开 大太太胸口被陶正安手皱撞上 眼前一黑 昏天昏地的疼痛 让她手脚顿时就没了力气 陶正安吃痛 整个人阴狠地插着将大太太的手腕折断 看着大太太像溃败的落叶 似是没有了半点气息 这一才放开手 捂着耳朵气急败坏地道 你疯了 大太太只躺在床上倒气 喉咙里满是轰隆声 陈妈妈在外面听到声音 急忙进屋里来 看大太太这般模样 焦急地上前 大太这是怎么了 低头看大太太嘴唇轻子 知道是喘不过气来 急忙去内室拿出药丸来 给大太太含上 药丸起了笑勇 大太太这才咳嗽了几声 眼睛一翻 行转过来